台股今天原本想要力拼月线由黑翻红 不过整体却是呈现了亮缩观望的情况 甚至就连高价股也支撑无力 台积电还敲出了16000多张的卖单 这也拖累了加权股价指数 在中场的时候下跌了598点 收在22224点 那么五日线还有十日线 甚至连季线都失手了 成章金额是3908亿元 月线则是连续收了第三根的黑K棒 台风山陀而逼近影响投资人流仓意愿 加上上周五美国科技股普遍下挫 增添市场观望气氛 导致台股30日开低走低 指数下挫近600点 灌破五日线也跌破季线关卡 我认为现在行界来讲的话 可能指数暂时休息 全市股也稍微去做一个 比较整理的一个走势 另外像航运金融 我认为在过去的反弹过程当中 也是一样开始有遇到一些蛮牙 所以也是进入一个修正 所以目前常见来讲的话 可能指数会先回到 可能月线附近再去做一个整理 台积电也是一样 可能在时日线或月线这个地方 去寻求支撑 台积电跌出千金股之外 群职股联发科鸿海纷纷下挫 高价股信华 力望大力光表现疲弱 而先前强势的航运族群 也呈现回档修正 货贵三雄奇跌 整体量能萎缩 不过专家认为 10月份挥达的GB200将开始出货 加上多方气势延续 因此即便短线震荡整理 对于第四季的看法依然乐观 那我认为在中秋变盘向上过后 那多方的气势仍然是持续的 那应该有机会往国庆行情 这一段的行情去做延续 目前的话回测到8月中的 本来的压力区 我觉得应该会转成支撑 那不过因为进入到 10月的下半月的话 马上要面临到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 那可能到时候市场资金 又会呈现官网 除了美国总统大选 产生的不确定性 专家也表示 美国经济衰退的幅度 以及日本的利率政策 是否维持鹰派做法 都可能影响全球股市的走势 提醒投资人持续留意 记者姚立安 张明华台北采访报导 还能够得更多的 我说明华台北采访报导 我说明华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观看